我是參加葉牧師的聖靈充滿聚會 其實我之前是去到一間神 帶我去到一間聖靈開放的教會 在那裏我原本是福音派的 即是機要派 但是我都不知道神叫我去那間教會做什麽 我在那個特會裏面見到聖靈的工作 我見到聖靈好像一個波一樣 去衝向一個牧師 很大的彰顯 我見到一些人在地上滾來滾去 因為我不太認識聖靈的特質和性質 因為我是福音派 我完全在這方面都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是邪靈上身 所以後來我去到他們的特會裏面 那個很有恩糕的牧師 去玩恩糕我 我就不敢接受 我覺得他們是邪靈上身 後來他就把這個恩糕給了我剛剛回那個教會的組長 在這個組長那裏 他就得到神恩糕可以幫人按手醫治 那我就跟神說我想要這個恩糕 後來神就帶領我去到葉牧師辦的聚會 在那裏呢 葉牧師教我如何去愛慕神 專注神去敬拜神 我每一天放了功回去 晚上兩點鐘我就去操練 學葉牧師這樣教我去操練 去敬拜神 那我操練了三個月之後呢 就突然間在現在我剛剛回到那個聖靈開放的教會裏 就突然間就聖靈充滿 那就搖得我很緊要 就是左右啊中間就是這樣搖 那後來呢就 聖靈充滿之後呢 我就不斷很頑慕去追求 那神就透過不同的教會的牧師或者特會的牧師呢 給我很多認識聖靈的工作 又有方言 以前我在福音派的時候 我看聖經是很乾的 心命真的比較乾 看聖經好像 沒有什麼領受 要靠一些舒直輔助 大家看聖經呢 我不需要舒直輔助 就這樣看聖經呢 就神都已經是直接 將祂的心意告訴我 這樣 請留在一起 請留在一起 收音樂 請留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